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崔厄辉先生他是清朝的贡廷画家 是跟王世宁同朝为官的三品贡廷画室 现在家传也有王世宁的六方印章 还有部分的书画 我的绘画是把中国传统的宫廷室与绘画 和西方的唯美主义人物的油画相结合 主体人物的表现我用了西方美术的焦点图示 但大场景的范围 我采用了中国画传统的散点图示的方法 让它相互结合 整个的这种平面过程 感觉实际上也是遵循那个传统 还能通过色彩 通过它的表现方法来达到它的当代性 这种方法也是对国外的一些美术批评家 或者鉴赏家 包括收藏家 也是比较认可的 我用的这种绘画材料 它是起源于中国 用的是传统的中国画的工卷 它对丝织的密度 或蚕丝质量 都要求得非常高 当然现在随着经济发展 对于这种制造传统工卷的人的记忆 或者这种工坊是越来越少 所以说现在其实买到很好 很上层的画材 来进行美术创作也是非常难得的 有很多的画家会收集一些古纸 让我们就会找一些能够用到的古卷 但唯一有点遗憾的就是 现在能找到的古卷 可能它的尺幅 或者面积都偏小 难以进行这种大型的主题创作 这也是一点点缺憾 我的绘画是以中国红为基础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举行我的奥运北京中国红的 工笔绘画作品展 当时也是拉开了整个 我的对于中国红这个系列 工笔人物绘画的一个创作的开源 我认为红色是代表东方的 代表中国的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喜庆啊 大的庆祝活动中 你包括国企国徽 中国的紫禁城 到处都会有中国的红色 我认为红色是能够彰显中国人彰显东方特性的一种颜色 东方的东西 东方的传统的婚礼 自古以来都是以红色调为一基础 无韵当头 但这个是中国人表现的一种特色 这个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彰显 跟所有的西方的理念 跟就是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这种审美倾向 和寓意追求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立足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作品中要保留浓郁的中国传统的主旋律 又不失世界影响的这种当代性 这样的作品才能够在全世界的舞台上 能够放出自己的光芒 就像猪魔红全世界群展一样 从首都出发 这几年在泰国 在澳门地区 在香港 还有莫斯科 圣彼得堡 白俄罗斯的明斯科 去年的4月份也参加了 美国军学库的艺术展 这两个展览都是世界上 对当代艺术的一种彰显 中国的画家很少 但是能够以中国的传统绘画 达入世界当代艺术品市场的 这个也是非常少的 就是我认为 就是中国画当下的需要是要走出去 不要光在自己固有的这个圈子里 来进行交流交易 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 把我们中国的传统绘画 在保持它传统中国绘画的 古兴的基础上 加入当代的意识 形成自己的显著特色和绘画语言 走出去 欧洲或者是国外的一些收藏家 他们除了对有一些政治性的题材或者是夸张或者是怎样的东西 能够进入他们主流市场以外 中国传统的东西我们要以我们的绘画证明 我们传统的艺术品传统的中国绘画 也是可以有自己的 凭借着自己独特的中国特色的魅力 也能够进入世界这个收藏家的眼中 也能够让他们清晰所有的 我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呢 实际上就是把中国古典主义绘画 中国共同绘画的这种基因传承下来 能够让它古为金用 当下的审美思想审美情绪 进行了这个交融 进行了这个穿插 能够让它古为金用 进行这个艺术的加工之后 能够更好地展现出来 这就是我的新古典主义绘画 的一种思维和方法 我想通过我的努力呢 把新古典主义绘画的这个思想 传播到西方 让西方人能够认可 通过我的对我的作品的评论和评价 能让他们对中国的新一代的画家 新一代的传统型的画家 新一代画家所表达的 中国新古典主义绘画 他们得到一个认知 但是引领他们走向一个新的 对中国画家的认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